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名传大学历史老师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真的是基隆人和淡水人吗 从十六世纪末马尼拉手稿的绘图谈起 这题目好长 因为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说一幅画 说一张图 这张图是很珍贵的 因为是在2006年国立台湾博物馆 他举行了一个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的展览 然后这个展览里面就出现了 两张罕见的台湾原住民的图像 那根据这个策展人李玉宗教授的说明 他说这个图像是来自西班牙 那大概是在1590年代的 就是十六世纪末的一个西班牙的文献 那这个文献 这个图像集 那个学者成中人教授 就把它称为叫玛尼拉手稿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西班牙是殖民那个菲律宾的玛尼拉 所以呢 这个是在菲律宾的这个西班牙人 他们所画的 所以称它叫玛尼拉手稿 所以我们以下在介绍这一个文件 我们都会称它叫玛尼拉手稿 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一张图 胜过千言万语 那在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 手机啊相机这么方便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想象说 以前的人长怎么样 那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图像啊 留下来 那尤其是早期的台湾 我想那时候 在比较原始的社会 能够有图像留下来 我想是非常的珍贵 那因为有这项 这个图像出来 所以就让我们去想象一下 能够从里面大概找到一些线索 说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是长怎么样 那这个图像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题目说 是基隆人吗 是淡水人吗 因为这个图上面很清楚的标示说 有一张图是画的是基隆人 有一张图画的是淡水人 标得很清楚 那当然这两张图不太一样 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 淡水跟基隆有很远吗 应该没有啊 可是在这个图像里面 这两个地方的人 的一些特征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 就是特色上面 还真的不太一样 那就表示说 那个时代的 这些西班牙人 他们怎么去认知 那个时候 住在台湾北部 北端的这些原住民 那其中 他对这个基隆人的描绘这一张 当然他这个图像都是一男一女 两边的长相大概都是一致性 就是比较有点自视化 其实我想脸部的这个样子 大概没有太大的特色 因为他画的图都长一样 可是穿着打扮 还有他们手上提的东西就不一样 比如说他画的这个男的男子 他是赤裸的 那下面是用一个白布包裹 比较像穿丁字裤这样 那戴的是金色耳环 那卷法 然后披头扇法 留着胡子 那手上是持着一根长毛 那旁边这个女子 也是他也揉络这个胸部 那下面围着个白布 戴个金色耳环 然后卷法 那身上披了一条这个红底蓝脸布 那手上是拿着一条鱼 那这个鱼是用一个树枝 然后从他的那个鱼塞那个地方 把它串起来 所以这个女子是抓着那个树枝 然后下面挂着是一条鱼 然后这一幅画的外框 他用拼音文字写着 C-H-E-Y-L-A-M 然后还用那个汉字 用中文写着鸡笼 当然我们知道以前 鸡笼两个字是鸡的笼子的那个鸡笼 那再者呢 他有一个文字的说明 他说这是鸡笼王国 他靠近日本 他们有自己的国王统治他们 并且要纳贡 还说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硫磺 这些人很好斗 那他们是用标枪来插鱼 这是相关的描绘 那至于详细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 那下面另外一张 就是对淡水人的描绘 那这个淡水人呢 当然都是一样赤身裸体 那他的下半身是用像草裙一样围住 那另外呢 加一个长的布条 把他绑着 那那个就是那个草裙的上面 有一个布条把他绑着 那女子呢 是指法 然后短短的 刚刚那是卷法 那这个是指法 那也是穿着像草裙 那上身就披一条红色的长布 那这个女性的这个耳朵 还有他的上臂 还有手腕 都带着金色环状的饰品 那这个男子的耳垂 有这个用金色的物质 把他贯穿 那这个男子呢 他持着这个弓跟剑 那女子呢 就手上捧着一个人头骨 那这个头骨 还把它香了金色 那这就是这一个 对淡水人的这个图像 那图像的外面 就有一个画框 那画框上面用 就是拼英文字 丹水 T-A-M-C-H-U-Y 然后呢 还写淡水 就是用中文字写淡水这样 他下面的这个描述 他说淡水是一个 与基隆王国临近的王国 他说该地住着暴怒的人们 他们很好战争跟争吵 是杰出的弓箭手 而且经常四处行墙 说他们在战争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习俗 就是杀了某个人之后 就把他割下头颅 把他的皮剥掉 留下这个头盖骨 然后把他镶上金 然后镶上金之后呢 就把他挂在屋里的 最主要厅堂的墙上 然后但是呢 人们就跟这个头颅和谐的 共住在一起 那说他们呢 以拥有这种大的战利品 是被视为勇敢 那一个女性呢 她会在出门的时候 她跟着这个 她家的男人出去的时候 她就会用手捧着 这一个头骨 就是表示说 这个男性是非常的勇敢 是值得尊敬 这个是这个 有关淡水的描述 这是 所以我先把这两张图的样子 跟大家这样子 解说了一下 那当然这一个 马尼拉手稿的会图者 就画这个图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亲自到淡水 或者基隆去看 可能没有亲自到 或者可能也有亲自到 但是他所有的讯息 应该是有来自那些 有亲自去过的人 那再者呢 因为他这个图像的时间很早 他是在这个16世纪末 等于是1590年代 那个时候河南人呢 他们都还没有到台湾 所以这个图像等于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看到的 当时住在台湾的 这个住民里面 最早的样子 所以非常的珍贵 那以下呢 这个我们就参考 这个陈中仁教授 他写的一些文章呢 来看看 就是说 他学者认为说 这个图像里面 他所探讨的这个讯息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基隆人跟淡水人吗 当然如果从我们刚刚 描述的这个外观来看 其实我们如果比对 后来到二十世纪末 学者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有一个 潘英海教授 他写的这个 《重修台湾省通知》 台湾省通知里面 有关台湾原住民的 一个描述 也是有提到说 台湾原住民 从小会把耳朵 就是穿动 然后穿动之后呢 有的 就不只是像我们这样 带一个耳环 他是会把他塞足圈 然后让他慢慢的变大 然后里面再把他塞东西 那女孩子也会 就是喜欢带耳环 等等 所以跟刚刚那个里面的描述 好像还蛮相似的 那另外更早就是 1602年的这个 一位福建的一个官员 叫陈蒂 他有来台湾 那之后就写了一个东藩记 那写这个东藩记 里面呢 他介绍的有关台湾西岸的原住民 也是有提到说 他们当时台湾的原住民 都没有穿衣服 那大概下体 就下面 下身会 会有这个结草群等等 那男人就是 头发 当然不会留很长 那但是都是这样 披头散发 那所以等等 所以感觉这个描述 还蛮像 另外在17世纪 有一位这个 应该是河南那边的 一些人 留下的一些记录 也是感觉像 跟这个很相似 所以如果这样比起来 这样看起来 这个玛尼娜手稿 所描绘的那个外观的样子 应该还蛮符合 后来学者所对照的 或者真的有来台湾过的 一些早期的一些人 他们所记录 应该是相似的 波导是比较值得玩味 是说 这个他们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拿鱼跟抱着一个 人头骨这个事情 这到底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讯息 这个我们来看 比如说刚刚他讲到这个基隆 他就特别讲说 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硫磺 他就里面特别强调硫磺 那我们知道硫磺 它是制造火药的材料之一 也是当时台湾海域里面一个重要的贸易品 就是有人会到台湾来买这个硫磺 那另外呢 他谈到好斗 那我们知道好斗 因为我们知道原住民村舍里面 他们经常就是有一些纷争 因为早期台湾原住民社会都是 因为台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原住民的社会 他们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 所以经常之间有一些纷争 这个其实还蛮正常 那最主要的是 他有画一个就是这个基隆的男人 他是抓着一根长毛 那这个长毛当然也可以打猎 也可以捕鱼 那他这里面特别强调说 他是去捕鱼 而且呢 一个女子他是抓着一条鱼 那所以相对来讲 就说这个基隆的男人 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捕鱼 那女人可能就去卖鱼 其实我想会卖鱼会捕鱼的 应该不是只有基隆吧 东南亚各地也是啊 那西班牙人他到了东亚来 我想在生活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 他们要食物要吃 那要吃呢 他们就会去买 他不管到台湾 到东南亚他到处都要去买鱼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描述里面 就特别画鱼这个东西 那可能有一个关系就是说 基隆人的鱼货量 在当时已经很知名 所以他画这张图可能给后来的人 提示一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 食物不会成问题 因为那里有很多鱼 那再者就表示那边的粮食是OK的 大概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当然一方面也表示说 你看他们在捕鱼 他们在卖鱼 所以表示他们是有具有商业特质 那我想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说 台湾北部的这个马赛人 他们本来就很会做生意 所以这两者是有吻 导师呢 他提到淡水人 就跟基隆人不太一样 他讲到的淡水人 男人是拿个弓箭 那女人是捧个人头骨 所以在这个文字的描绘里面 他特别强调说淡水人是暴怒的 而且很爱战争 很爱争吵 而且说他们是弓箭手 四处行强 所以这些文字里面 当然就在铺陈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猎头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女子呢 她是抱个一个人头骨 而且还把她镶金这样 所以这里就是再一次的去强调一个东西说 淡水这个地方的人 有猎头的一个习俗 可是这个文字里面呢 他并没有把它妖魔化 因为他说 这个他们对这个淡水人来讲 拥有这个人头骨 是表示一种 他是很勇敢的 是值得被尊敬 那当我想人头骨的这一个 就是猎手这个习俗 其实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 他们的这个绘画里面 他们其实还蛮流行 喜欢画这个人头骨 就是我们说咕噜头这样的 他们还蛮喜欢画这个东西 那他们画这个东西的意思呢 其实他们是做一种隐喻 做一个绘画来讲 他们只是做一个就是死亡的象征 意思就是说人终将要死亡 一些人世间的荣誉啊 快乐都是虚空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绘画里面 他们经常会画这样的东西 去强调人生命的有限 那另外呢 在当时欧洲的绘画里面 他们如果画到美洲的图 他们也很习惯 他们就会去提说 美洲的原住民会有吃人啊 的一些风俗等等 可是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原住民 其实我们刚刚这样子描述里面 他并没有把台湾淡水的 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猎手 这件事情讲成像刚刚他描绘 那个美洲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他没有把它妖魔化 他只是认为说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惯 那表示说 如果你们到这个地方 要留意这个事情 那我想人类 从这个自古以来 人类都有去隔 所谓文明跟不文明 对不对 尤其是自认为文明的人 他们喜欢到各处去 然后就看人家的 所谓奇风艺术 然后奇风艺术 他们就把它描述下来 那这也没有什么太奇怪 只是因为我们刚刚把两个 这个图把它比对起来 就发现说 他会因为有猎手 在台湾原住民社会 有猎手这个 猎手这个事情 我以前在节目中 有特别谈过 好吧 那猎手在台湾各地的原住民 其实差不多都有 可是他为什么会特别强调 叫做淡水人 会不会那个淡水 其实就是台湾的代称 还是真的只淡水 这个我们等一下 再来跟大家来谈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酒吧新闻台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 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真的是基隆人跟淡水人吗 从16世纪末玛尼娜手稿的绘图谈起 今天题目有点长 因为我是在跟各位谈一个 16世纪末 在西班牙人 就是在玛尼娜的西班牙人 他们画的一张一个图 里面他很清楚的描述 这是基隆 这是淡水 那真的吗 所以我们刚前面呢 有跟各位来介绍了 他的整个图像的内容 那刚刚最后特别讲到说 他特别强调说淡水人 有这个猎手的这一个习俗 那其实这个西班牙人 他们在1582年 其实曾经在台湾的海域里面 发生过一次的船难 那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籍的 耶稣会士 他在事后去描述这个船难的 过程的时候 他就里面就认为说 台湾当时的住民是会吃人肉 有这样的传说 然后到1597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西班牙呢 他们在菲律宾的这些人 他们希望他们的国王 能够来占领这个 就是台湾 那在报告里面呢 他就有提到 他说据某些到过该地的人说 这个岛很肥沃 然后居民像菲律宾的这个住民一样 他们会抢劫 还有杀死这个船难飘来的水手 这是当时的一个记录 可是刚刚我们说这个玛尼拉手稿 他只是强调说淡水人好战 那可是基隆人却没有特别强调这个 那这可能就是说淡水这个地方的这个春色 比较多 因为我们知道淡水河流雨很长 然后呢住的比较多的住民 所以彼此对立啊 仇杀的事情是比较频繁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比较被注意 所以可能是说淡水人一直在 在16世纪末的时候 他是以这个会猎手的族群来文明 所以西班牙人在绘图的时候 就特别把它画下去这样 所以这是图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 至于刚刚各位不小妹留意说 我们在讲的时候一直讲到金子这个事情 除了那个头人头骨有香金之外 他们戴的耳环呢 他们手上的手势啦 我都特别提说他都是香金的 那第一个就说 真的会把人头骨有香金这个事情吗 这个倒是在1680年 有一个叫林千光 他写了一个台湾记略 那他里面就提到说 他在台湾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另外在1720年 当时担任台湾巡台玉使的黄淑靖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叫台海史戳路 他里面就记录说在屏东山区的原住民 也说他有看到当时屏东山区的原住民 有这样的状况 另外一个也差不多在1720年代左右的蓝顶元 他也说他有看过 然后到1740年代的另一个巡台玉使张梅 他也有相关记录 甚至到1873年 就是后来来台湾担任这个 总督的这个华山之际 他在1874年 他就跑到苏澳来探查 他里面呢 也有提到说 有看到有原住民 就是把这个 砍下来的这个头骨 然后把他相金 所以应该不是凭空想象 可能有吧 当时他们这样记录 好 再一个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是西班牙想黄金想风了 看到什么都亮亮的 他觉得哇哇 相金相金 这也不为怪 因为其实欧洲人之所以会那么努力的 在整个大航海时代 到处去这个探险 其实他们就是抱着一个黄金梦 他们到美洲到世界各地 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黄金 所以如果他们到看到 哪里有黄金这个东西 他们就会马上回来报告说 那里有黄金 然后就想要引动更多的人来探寻 这样 所以也许就是他们的黄金梦 他们也许那些根本就是太阳 在晒下来 看到的反光吧 也许 总而言之就是说 他们很强调 他们所看到的这些 即将可能想要来征服的地方 想要来占领的地方 是拥有黄金的 所以这就是这两张 基隆人跟淡水人的这个图像里面 所呈现出来当时台湾的讯息 那当然是真是假 我们也没办法百分百去确认 只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讯息 然后去理解当时人的脑袋 或者他们的眼睛 也许看到的一些事情吧 不过这里面 另外一个角度 是值得我们玩味 就是他特别讲到基隆 讲到淡水 那我上次在谈到那个 就是明昂的台湾北部的时候 我有特别谈一个问题说 这个地名 就是台湾开始被发现 其实开始的名字并不是 什么基隆啊淡水啊 并不是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到说 为什么台湾的北部会被看见 是因为他们这个中流航线 他们要到琉球 所以他们走过台湾的北端 看到他们就叫他 他叫小琉球啊 就说看到小琉球的时候 就要左转 这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嘛 所以他们会那么小到 这么精准的说 哦 这里叫基隆 这里叫淡水 这可能我们就来玩味一下 到底这个画的人到底是谁啊 其实在整个这个 马尼拉手稿里面 他开始时候 他描述说 有这个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的新任 菲律宾总督 戈麦斯跟他的儿子路易斯 他们两个从美洲 然后乘船要到马尼拉 然后呢 这个马尼拉手稿里面就叙述 他们在东亚海域看到的各地的原住民 那后来的这个英国史学家 查尔斯伯克 他就推论 他说这个马尼拉手稿的编撰 可能跟这一对父子有关 因为这一个 这个手稿 他最晚叙述到 大概就是1595年左右 所以大概可以推论 这一个马尼拉手稿 应该是在1595年之前就完稿的东西 然后跟这一对父子非常有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一对父子跟台湾的一些关系 那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作者或者这整个书的描述的可信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东亚 最主要的这个两股势力 一个就是日本 那一个就是西班牙在菲律宾这边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是那个封城秀吉 然后他强大之后呢 他就想要统一 所以他就想要往南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人 他们在1565年开始往 就是到东亚这边 进入了树武岛 然后呢到1571年就占领了马尼拉 从此就用这个马尼拉作为一个据点 然后菲律宾就出现 然后就开始往向外去征套 所以等于是两股势力在这边开始之间有一些冲突 我们刚刚讲到那一对父子 这个爸爸格迈斯 他来当菲律宾总督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菲律宾有发生这个华人叛变 然后他就被杀了 然后他的儿子呢 这个路易斯呢就继任为代理的总督 然后这一对父子在菲律宾当总督期间 最大的压力就是封城秀吉要往南亲 就要往南打 所以当时呢就说这个爸爸呢 他曾经派遣一位这个道明会的会士 这个叫胡安科伯一行人 带了一些就是华人的翻译 然后去拜访这个封城秀吉 就回城的时候呢 这个会这个会是失踪 可是呢有一些随众就是跟他搭不同船 所以活着回来 所以为了要了解日本的情况呢 就把这个随从教来问 说到底现在日本是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说 日本人将经由琉球台湾来攻打菲律宾 就当时这个他们得到的讯息 等到这个儿子担任这个代理总督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积极的要鼓吹说 一定要占领台湾 当时叫佛摩萨 就是一定要占领佛摩萨 所以他就说 如果你占领了佛摩萨 除了可以得到佛摩萨的资源之外 他说佛摩萨比玛尼娜 更靠近日本 靠近中国 而且呢你这样子呢 就可以呢 就说不但可以 因此得到更大的好处 你如果停在这里不动 日本会打下来 我们更危险 即使后来他卸任之后呢 他还是非常积极的鼓吹 说一定要出兵佛摩萨 一定要想办法把佛摩萨给占领下来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大概知道 为什么要有这张图 可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吧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回来 好我们下期再见 酒吧新闻台酒吧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真的是基隆人跟淡水人吗 从16世纪末玛尼拉手稿的绘图谈起 那我今天是从一幅画来看 16世纪末当时的整个东亚的情势 因为当时有一个玛尼拉手稿 上面就画了两张的这个图像里面 很明确的写 这是基隆人 这是淡水人 那我们想真的吗 那时候的人就那么清楚的知道 哇那里叫做淡水 那里叫做基隆 这是很好奇 因为这个是西班牙人所画的 那当时的整个西班牙人的思维里面 他们其实知道弗莫萨 所以他们如果用他们讲 应该说弗莫萨人这就好了 可是他竟然说基隆人淡水人 所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到底这是谁画的 那我们刚刚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学者研究呢 发现这个话呢 跟当时的两位 这个菲律宾总督是有关 就是一对父子 爸爸叫戈麦斯 儿子叫路易斯 那戈麦斯呢 他担任总督之后 没多久就被 就被当时在菲律宾的华人叛变里面被杀了 那这儿子就代理了总督 那儿子是在1593到1596年 这三年里面他代理总督 那在这个他们父子担任菲律宾总督期间 最大的压力是说 封城秀吉要来攻打菲律宾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个路易斯就主张说 一定要把台湾给占领下来 就是把FOMOSA占领下来 因为这样子一来可以方便跟中国做生意 二来又可以跟日本靠近 那反正等着被日本威胁 不如就先把台湾给 把FOMOSA给占领吧 这是当时的情形 那等到他卸任之后呢 他还是非常积极的主张这个事情 那当然当时这个在菲律宾当局 这边其实对这个事情 他们是有一些争议的 有人主张 有人赞成 有人是不赞成 然后在1596年底 发生了一个意外 所以让当时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 要重新思考 到底要不要来攻打FOMOSA 就是在1596年呢 有一艘这个马尼拉 开往美洲的西班牙大帆船 因为风暴 所以就就是漂流了 那我们知道当时这个 美洲到亚洲这边的这个船 他们来的时候 从那个美洲过来的时候 他们是从南美洲 然后直接走到这个菲律宾 可是要回去的时候 他们必须沿着这个台湾的东岸 然后上去 走太平洋 然后上到日本 然后再往美洲那边走 这是他们的航线 所以这样的航线里面呢 就就因为风暴就漂流了 结果就被就是飘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土佐 那日本的地方官呢 就承报给中央 就是给封城秀吉 所以封城秀吉就下令 把整个船 船货没收 然后到那一年的年底呢 就下令逮捕在日本的26名传教士跟信徒 而且在一屋就是隔年的2月 就把这些人给杀掉 猝死了 那这个事件在发展过程里面呢 居住在日本的这些西班牙的传教士啊 他们就分别就写信到 马尼拉到墨西哥啊 然后去传达情势 所以让西班牙人感觉到 哇日本的敌意跟威胁 所以让他们觉得说 好像应该 照刚刚前面的这个总督讲 要赶快把佛摩萨给占领下来 可能可以免除这样的威胁 可是当时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当时这个马尼拉当局 他们其实就是 一直在那边考虑 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 可是呢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讯息 一直不断的传进来 就是说日本已经准备好一支 由原田洗右卫们所率领的舰队 随时要去攻打菲律宾 每天都有这样的讯息一直传过来 所以让当时的这个总督啊 就非常的紧张 他就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 要不要重新来考虑 我们要不要先去把佛摩萨给占领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这个 卸任的路易斯 他也提了一个报告给总督 不断地跟他强调 他说你知道我们去占领佛摩萨 是具有正义性的 我们要为我们训使的这个训教的这个传教士 这些人来报仇啊 而且他说 他说那些反对征讨那个佛摩萨的人 他说如果征讨佛摩萨会引起中国跟日本的干涉 他说不对 不要担心这个 他说我们应该以出兵 佛摩萨是可以带给西班牙荣耀 而且呢 我们如果占领了佛摩萨 其他人要来占领就很难了 因为他们还要对抗在台湾的西班牙人 跟台湾的原住民 而且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日本呢 正好在对朝鲜打仗 是西班牙最好的时机 而且呢 他还提出说 现在呢 这个最实际的做法 就赶快呢 派300的士兵 就去占领一个港口 指的就是基隆 他说这个港口啊 他旁边的地形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们去到那边 然后在中复当地的住民 而且他说这个港口 可以对抗任何人 包括日本人 或者包括其他人 想要攻进来 都不可能攻进来的 而且还为了表示说 他对佛摩萨非常的熟悉 他说住在这个佛摩萨的 这个中国生意人 还跟他表示说 他们在台湾 就是在佛摩萨捕鱼啊 做生意啊 他们比较欢迎西班牙人来 他说如果西班牙人 占领佛摩萨 对这些在佛摩萨捕鱼 跟做生意的人比较好 如果是日本人来 对他们比较不利 所以他们是非常欢迎西班牙的 所以呢 这个路易斯说 赶快我们现在派一个专家 去把佛摩萨的这个港口啊 把他汇图起来 确认他的地点 他的所有的条件 所以因为他这样的不断要求 所以这个总督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再一次召开会议 然后最后就决定说 好我们要出兵佛摩萨 就写信给国王 然后跟他强调说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候 从新西班牙 新西班牙就是墨西哥 就是说等着从墨西哥那边 派兵跟把资源送过来 我们才能发动战争 好 那这个整个事情我们就知道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跟玛尼拉手稿 这个图片里面 为什么会那么清楚描述 基隆跟描述淡水 显然他们当时对 佛摩萨是非常的辽若执掌 OK好 再者呢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 就是地图上面 这个地图 这个在我的那个书里面 我有附一张在1597年 有一张就是 从西班牙人画的一张图 有佛摩萨 然后有菲律宾 那这张图是谁画的 这张图就是这个 路易斯的好朋友 赫尔南德洛斯里奥斯 他是在玛尼拉住了9年 他擅长天文数学 他很擅长这些 所以路易斯就是要他的 这个好朋友 画一张有关台湾的航海图 然后怎么样征服 佛摩萨这个图 然后把这一个地图 附给他的国王 然后在这个图里面 很清楚有一个讯息 就是很清楚的画了两个港口 一个就是写基隆港 一个就是淡水港 而且在报告里面呢 还讲说 我们目前呢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去佛摩萨 把这一个基隆港 把它给占领好 而且还说 这个基隆港 就在佛摩萨的顶端 它面向日本 它有一条很窄的水道 它可以用炮火防御 它是不受风的侵扰 一个大港口 它船只可以停泊 而且他说 这个港口 可以有住个300个士兵等等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讯息 希望西班牙国王 能够接受这个建议 所以你看两张 一个1590年代的 一个图像里面 他们都很清楚的话 讲到基隆 然后讲到淡水 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 西班牙人脑袋里面 有基隆跟淡水 可是话说回来 我刚刚前面讲过 基隆跟淡水这个语言 这个港 这个地名 不是西班牙人脑袋 能够认知的 这个是汉人的认知 汉人的认知 而且我上次有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基隆跟淡水的名字 真正的出现 其实是比较晚 因为我前面讲说 台湾的北部 开始被看见 被叫做小琉球 因为他们是要从中国 然后要到这个日本去的这个中间 都会经过这里 是把它当作一个航海的一个地标而已 那后来怎么会开始有这个地名出现 因为这本来是不正式的地名 是这些船 这些渔夫啦 或者是一些海商 他们自己叫的而已 自己叫 那后来是因为 这个明朝官员 他们因为要去抓海寇 抓倭寇 所以他们就过来调查之后 他们在这个调查过程里面 才有留意到 哦 有基隆港 哦 有淡水 因为他们要停下来 加点水 所以那个叫淡水 另外呢 就要停留在基隆 发现这边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做一些生意了 所以 这个名字到1570年 淡水跟基隆两个名字 才被写在明朝官方的一个文献里面 所以这个是纯汉人的名字 那很好玩 很值得玩味的是说 西班牙人的马尼拉手稿里面 他却用了汉人的名字 用汉人对这个港口的名字 所以可见就是说 这个画这个图的人 他们已经跟整个这个汉人圈 有很多的交流 然后呢 就已经很习惯的 或者已经很熟悉的 把这个汉人式的基隆跟淡水 这个概念把它放进来 所以如果这样子 那我们再回推说 这个图画里面所画的人 真的是基隆吗 真的是淡水吗 就是说他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图像里面 他有几个概念 是蛮有趣的 一个就是基隆人的捕鱼概念 就基隆那个地方很多的鱼 而且他们捕鱼会卖鱼 所以可见就是说 当时很多人早就在基隆这里 从事鱼业的一个 就是买卖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已经知道 这里的人非常擅长捕鱼 所以把它画在这个图像上 再一个呢 就是说当时的人 他们对台湾的原住民社会的一些状态 有一些熟悉 所以他们知道说 台湾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的这个村舍之间 彼此会有一些争斗啦等等 而且他们也知道 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猎手 他并不只是一个残暴的行为 因为对原住民来讲 猎手是代表一种男人的一种 就是骄傲 一种尊严 所以在这个描述里面呢 就把这个非常清楚的写进去 所以他们当时虽然没有相机 不像我们现在手机一拍 啪 我们就把照片拍下来 但是我们就从他的这个图像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对台湾的这个原住民 汉人还有西班牙人 他们的整体的生活状态 可能都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单纯 他们应该是交往非常的密集 而有了这两张图像的呈现 所以这两张图像 真的是基隆人跟淡水人吗 我想可能是吧 因为真的可以看到 还有一点点准确哦 OK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收听酒吧讲堂再见咯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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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